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杨婷婷 首先在此多谢上星期打电话上来的观众 以及在网上留言的网友 日前有专家学者指出 澳门博彩尔独大加速 传统产业的相对萎缩 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日显恶化 政府缺小合理分配 博彩尔属累积财富的公共政策 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 民生改进缓民等等问题 是构成实施一个两制的生层次的矛盾 建议特区政府要借着博彩化的修订 调整优化博彩政策 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化 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谈讨一下 如何修订博彩法律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这个话题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 澳门负责任博彩协理事长 桑伟杰先生 宋先生你好 我们还邀请到澳门月禄博彩以中介人协会理事 林继光先生 林生你好 你好 大家晚上好 我们欢迎市民朋友 继续打我们的二线电话 28789192 28789192 或者通过盈光网上的网址 加入我们的网上交流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正题 在开始我们讨论这个博彩收发之前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这几个月澳门的博彩收入 一直都是受到一个 四计经济局势和外围因素的影响 一直都是连着下跌的 那带头衡都是纷纷跳低了 跟着几个月的博彩收入的一个预测 那几位是怎样看这个情况 那觉得澳门的这个博彩收入 几时可以升上和汇联呢 先听听宋先生的意见 你说如果近年 近期应该这么说 那个经济环境 我们看到特别是中美贸易战 一些社会事件里面 那其实对于澳门的旅客 那个来澳门的那个誘因是小了 那变成了可能那个收益 我们预期未来都是会比 之前可能会没那么乐观 那但是你说什么时候回暖呢 我想就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都应该都不是一个短时间 因为很多事件我们看还未解决 那特别我们看到 特别中美贸易战 那很多 其实对一些游客 可能在博彩消费上面 可能都有些影响 那特别至于 可能一会儿问一下林先生 很清楚了 特别在贵宾厅方面 中介人那方面 可能那些都是其实 现在都是比较没以前那么多的 那变成了可能 我们看暂时都是一些 可能轻微横向的下调 这样的格局 那可能我们迟些 要再观望多段时间了 但是暂时看都不会说太乐观了 应该 那林先生的意见呢 我绝对非常同意 就是宋先生刚才讲的前瞻 就是说中美贸易战 和环球的经济环境都是一个很不确定的情况之下 大家必然就会有一个叫做理性消费 大家有时博彩这些可有可目的东西 除非你病态倒肚 要不然你不一定要来玩的 那可以预见未来一段颇长的时间 有多久我不敢讲 但是可见的未来 譬如三到五年 是很难有一个大的上升轨道 即使是上升都是轻微地上升 升下跌下升下跌下升下跌下 但是整体的趋势呢 总体一定是向下 但是它不是崩溃式地向下 它是慢慢滑下去 慢慢滑下去 尤其是在中介人 就是赌厅的业绩来讲呢 就是持续不理想 那么中长你说有增长的是真的 但是中长的增长呢 是cover不回 就是顶不回那个 赌厅的业绩下跌 是 贵宾厅的收入已经剩到七成了 所以虽然说中长要少少微升 但是从整体来讲 没有 现在贵宾厅在赌收的比例 已经是跌到五成以下的了 由今年年初大约是一月份开始 已经死亡交叉 或者黄金交叉出现了 就是一直以来贵宾厅是占比高于中长 今年的一月份开始呢 贵宾厅的占比低于中长 那么一直在减下去 现在应该是四三五七 那么我估计很快就到四六了 应该很快到四六 但是你说 这个贵宾厅的一个收入下滑的现象 会不会继续持续下去呢 一定会继续持续下去 因为你很现实一件事就是说 我们贵宾厅的客源 那个层次一定是高的 嗯 那么它是老板级啦 那么它对于那个环球经济不景 和这个中美贸易战 它的警惕性会更强的 那些打工仔没所谓的 打工仔一般中长的客户 我们定位它为普通的中产华打工仔啦 那么它就努力上班 够中就有洋出啦 但是老板呢 它就要看比较前瞻性 现在我投不投资啊 未来三年的生意会怎样啊 如果我预计 就是自己花钱也会更紧一点 是啊 它那个前瞻性或者敏感度 一定是比普通的人高 嗯 所以我们面对这些高质的客户的时候呢 它们对于这个经济的敏感度是强的呢 那么它那个博彩自然是意愿少一点 嗯 好 那么我们继续来谈一下 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这个 这个未来倒牌镜头方面的话题啦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是三剩三副啦 那么对于未来这个倒牌镜头 到底政府会怎样去取向 那么大家先来讲一下自己一个 就是估计啦 或者一个考虑啦 先听听上山的意见 那么我想第一样东西呢 倒牌重新镜头这个本身是法律里面已经规定了啦 那么最长是20年 那么现在我们20年已经接近啦 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就是那个 我想第一样东西呢 一定是修改那个法律先 那么也都政府现在已经在这方面呢 也都之前有讲过啦 那么其实他们已经很积极地做这件事 那么但是问题是 我想这个变数上面可能会考虑要多些 因为我们其实看到我们现在三剩三副这个啦 那么其实我们在法律里面呢 基本上只有三个正牌而已 那么你说副牌这个 一旦经过这个历史原因啦 那么其实这个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三个副牌 其实对于我们这这么多年来 在澳门的那个经济上面啊 和这个整体的博出的发展里面呢 其实是一个好处的 那么它当然是有它存在的价值 那么但是你说至于我们如果重新镜头之后 那么我们究竟我们的法律只有三个牌 那么当然会可以怎么延续下去呢 那么我们是不是必须延续六个牌呢 那还是要多些或者少些 那么我想这一方面呢 可能在那个法律修改上面 可能要多些考量 特别在那个年期上面 那么可能 因为我们已经定了是二十年是最长的 那么但是我们讲说修改法律 那么法律既然修改得 那么其实基本上 整条法律都可以改的 那么我们当然重新 我们要去考量的时候 要去怎么做一个好的平衡点呢 那么其实这些我想 最主要都是讲的 怎样为 令到这个博出业能够健康发展 最重要的就是 令到我们澳门整体的发展是健康的 特别是对于行业也好 对于其他产业也好 对于澳门整体整个社会 是有好处 那么我想在这方面 可能都有几多要考量 那林生你有什么意见呢 刚才宋先生都差不多 讲了大框架 那么你所有东西 你任何东西要改动之前 你一定是法律先的 你的制度 一定是要首先确认 当然了 这个世界最完美最完备的法律 都一定会有流动的 但是呢 你能够顾到方方面面 首先你在这一个行为里面 你先佔了一个优势 过去的三政三负 宋先生讲的历史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就不浪费口水讲 但是你说会不会 因为修改了条例之后 又出现另一个历史问题呢 又下一次去修改 这个是很大可能性 尤其是有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 但是很少人去探讨的呢 就是那些卫星赌场转批级的 现在你数一下手指 不少的 卫星赌场 基本上如果以桌数 和客人的数量来说 不少于正牌赌场 就是当是庫牌鸡馬 不少于的 十几个卫星赌场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如果你说在赌牌的镜头 或者规章修改方面呢 你如果不顾及这个 卫星赌场的存在的现实呢 这个将来是很大件事 但是如果你说 哦 怎样去顾及 它那个卫星赌场的存在呢 必然呢 就会存在一个叫 转批级的合理化问题 如果转批级的合理化问题呢 以后怎样杜绝 继续膨胀的卫星赌场呢 就是我拿了个赌牌之后 我又转批级给你 那整个街都是 那又是一个问题 所以呢 趁现在还有时间 应该深入地 谨慎地考虑 怎样去处理 这个卫星赌场的问题 反而这个三正三货 我觉得就不是大问题 因为它已经运作了这么多年了 运作量好 那你六个又何妨呢 是不是 那你将那三个正牌 通过镜头手段 三个副牌 通过镜头手段 变成了正牌 那以后就没有副牌的了 但是以后 没有副牌的同时呢 你又要解决批级的问题 如果不是呢 就 会很混乱 就是 我把三个副牌 转了正了 但是继续 是有 转批级的问题 那副牌的问题 永远都存在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修法的时候 有写清楚 就是以后 要怎样去监管 是不是 是啊 而且你要顾及它 现在已经存在的 事实的情况之下 要给它们有公平的出路 就是你说 譬如我修法 我取消了所有转批级 那明天要三门 那那些从业员都 如果没有正式统计过 应该都有三多万 就是卫星赌场工作 还没计算那些另外 就是卫星赌场 而产生的酒店 啊 运输啊 餐饮啊 这些还没计算 正式直接受聘于赌场 都会有三多万 那情况之下 哇 几万人失业 是不是 那都承受不起了 嗯 那宋先生你觉得 对于这个卫星赌场 就是 就是以后 会怎样去推幻呢 嗯 其实我在看这个方 就是那个卫星赌场 那个方向呢 其实它本身 其实都是属于 那个本身的牌照 那个博彩牌照 纪念牌照里面 其中下面 它只不过可能 在他们的那个计算上面 其实它如果对于政府来说呢 它都是属于它公司旗下的 嗯 但是他们自己下面 私底下 它怎样去管理啊 怎样去运作 是他们自己内部的问题 但是反而呢 如果那个副牌的问题呢 反而我觉得是重要一点 因为副牌 有个问题就是 因为它本身 如果正在用现时的法律来说呢 它基本上是存在不到的 副牌已经存在不到的 但问题是 如果 你卫星赌场那个 那我只不过 我由一个 管理一个大的牌照的公司 那你下面去分管 那其实这个只不过 他们的合作形式 它是怎样去处理 但是你说 至于 刚刚我 麦后都说过了 那你如果说三个正牌 三个副牌取消 是否真的不行呢 其实又不会的 因为为什么呢 你当你的博彩牌照到期的时候呢 其实基本上 赌场里面的切丝和赌场 都是贵政府的 那其实我们都看到 现在好像以前奥博的时候呢 其实都是 本身由奥鱼转到奥博的时候呢 那个赌场都是交给政府 政府等于再租给他 那其实这个方式是可以存在到 但是问题 我们怎样 如果看我们是否想 维持现时六个牌照 这种方式 但是如果要维持的时候 就是等于 未来的后任特首都说了 他都已经说了 副牌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了 那如果以法律来看 那副牌应该是 不应该有存在的 再会存在的 因为我们如果看到 你说现在我们重新镜头 那重新镜头 我们说明是重新镜头的时候 那会不会还是 这三间正牌公司投到呢 可能是副牌公司投到的 可能是其他公司投到的 因为我们不代表 我们重新镜头 一定要给这三个 原来的正牌公司 去投到正牌 那正牌的时候 他们都不一定转批级 给这三间副牌公司 因为他们当时的时候 他们转批级呢 是由他们去选了一些 认为他们认为可以转批级 给他们的副牌公司 去提供给政府 政府再去批准的 那政府只有一个 就是批准和不批准的权 但在一个选择权上 就是在一个正牌公司 那如果当一个正牌公司 又不是这个正牌公司投到 那他或者他可以选择 我不给副牌呢 他可以用我不申请这件事 我只按提出 那你就真的得三个牌 所以如果我说 如果你要维持 现时六个牌照这个现状呢 法律是必须要修改的 但是我们的法律 是否一定要收过六个呢 但是如果我们觉得 我们将法律收过六个 会不会有给人一个感觉 就是其他认为 就是想新镜头公司 我不需要来头了 他六个公司在那裡了 你好像度身定做 或者两个公司 但是如果我们再去增加 或者怎么样 那么那个数量上面 又怎么去衡量呢 那么这个都真的 可能政府需要一些科学的数据 他怎么去衡量 他怎样去为之 对澳门整体来说 是有帮助的 我们才去决定这个数量 那林珍你觉得 这个镜头 这个赌牌的数量 要不要增加呢 就是增加几个 你觉得是先对 目前一个澳门博彩业的发展呢 如果你问我的意见 他现在六个公司正在运作中 可以这么说 就是运作良好的 对澳门经济 或者对民生 都有贡献 那么你说如果是 不让他们生存 就是 这个是 违反一个自然公正的原则 修改法例 将它定为六个好 或者再增加呢 都不是问题 但是问题增加的 不是赌牌 很多人将赌牌搞错了 和赌桌的数量搞错了 应该限制的 倒回来是赌桌的数量 就是你赌场 我给你一个牌子 你可不可以开到 二千张桌 三千张桌 五千张桌呢 是不行的 现在过去 为什么 膨胀得这么迅速 甚至出现很多社会的问题 勞工短缺 诸如此类者的问题 就因为赌桌的数量 增加得太快 嗯 倒回来 譬如这么说 我十个牌子又何妨呢 但是每个赌场 只可以有几多张桌 那没所谓的 你十个赌牌 你自己互相竞争 是吧 现在好 好说不要听你是六个牌 是吧 但是赌场是二十几间 我有十个牌子 我限你十间 相比 你说二十几间好 二十几间会膨胀 或者过篮 还是十间过篮膨胀 如果你不给他太多的赌桌 的话 他自然规限了 他那个博彩业 走向精英化 嗯 就不像现在这样 哇搞到赌场 鬼死这么大 哇 人头涌涌 但是你看看 原来看的多 就赌的少 有些人就 我听过 真的听见某大赌场 不说人家的名字 免得跟人家做宣传 那些人带进去 那你进去吧 就没人拿支水 看下 喜欢赌场 你一个钟头之后见面 那些人真的要拿支水 那这么多人又有什么用呢 惨观 是无谓的 但是如果你说 我赌场是这么多的了 我没得多 那我只会招呼一些高精尖的客人 那年代怎么呢 土地成本 不会土地成本 那么大 不会那个劳工那么紧缺 又不会消耗那么多资源 只好没得及 现在你的赌场的赤子 一天都数以蹲计 那些人真的走了 那赌场的厕所里 卷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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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了 卷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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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去 但是如果你的赌台是限定了一个数量 我说走高精尖的路线 就是你望一下门口都不给你进 就是这样的 那刚才我都是想到一个问题 之前跟你谈的 現在重生徑頭是這幾間公司同一時間,到期時間又是在一起,如果在這樣的情況,剛才我們就談過了,你覺得是否有一定的弊端呢? 如果你說一起到期是否有弊端呢?重點就是,如果我們可以這麼說,如果六間公司假設,因為你重生徑頭,其實有可能六間公司都可以不中,又可以六間公司都中,因為你雖然有新的經驗者進來可以去徑頭, 但問題是,我們現在六間公司,剛才林先生所說的,這個公司在現時在澳門來說,它已經營運了這麼多年,起碼在運作上一定不會有問題,而且它也不是說過去在澳門犯了什麼很嚴重的錯誤,或者做了什麼問題,形成了,暫時我們看,他們應該說是沒有什麼理由去拒絕他們繼續經營,但你說會不會有新的更好的經營者呢? 如果你的排數目是六個的,有更好的經營者來,我們當然一定是歡迎一些更好的經營者,但問題是你說,它在於在本地市場裡面,在澳門這個環境,它已經熟習了這麼久, 那你說其實,是不是其他,就算它在外面做得很好公司,一來到澳門可能會比他們更好呢?我亦都不敢說,因為有時候有些東西我們真的叫水到不服的嘛,我們其實不要說,你不要說薄菜葉啦,其實很多餐飲,可能在外面做得很好,來到澳門可能都是做不到的, 因為本身每一個地方有每一個地方的特性,其實這幾家公司肯定在澳門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它對於在澳門這種經營模式,或者這種環境,已經比較適應了澳門, 那在我們澳門來說,也是比較,如果從一個管理來看,他們應該比較安全,就是起碼它做的事情不會,已經知道澳門的法律,知道澳門的制度,怎樣在那個營運上面,就不會出一些很大的問題,但如果你說,新的經營者會不會有這些問題呢? 我們現在看到,現時的法律,就是在說三個正牌,另外三個副牌,另外那個期限是二十年,我們看到三個正牌和二十年,其實都是一個上限的數字來的,其實不再說,十個牌,還可以十個牌,但我們十個牌是否一定要全開十個牌呢? 就算我法律收據為十個牌的時候,可能我現在競投八個牌而已,競投六個牌,七個牌,那我覺得過了兩年,三年之後,我發覺,咦,可能不夠,我們再去競投,再去多, 開多兩個牌,可以不可以呢?時間上面,會不會可以錯開了,其實可能,或者舊的經營者的期限是短一點的,新的經營者進來,他可能要投入去更多,給他一些時間運作,或者他投的資金,他都要回本,那可能我們的時間會長一點,那我們舊的經營者的時間會不會那麼長的時候,會不會我們去到一個,特別去到一個期限,可能我給你十年先的,去到七年,去到八年,我又去檢討一下你的營運得好不好呢? 如果營運得好,我們繼續可以做,因為法律現在都是容許他最長二十年,中間的時候,其實政府無限期可以做給他的,也都不需要理由,覺得他認為他的營運合適了,那我們就可以繼續做給他, 但是去到二十年的時候,就要再重新敬頭,那以現時的法律來說就是這樣,但是將來我們的法律再修改為怎樣? 其實我們可以改成五十年,一百年,其實我們這個是可以改的,但是問題是,我想這個都要第一,拿到一個共識,第二個就一定要,是對我們澳門整體未來,是有好處的, 還有我們第三,我們政府在監管上面,會不會出現到有沒有問題呢? 會不會容易去做呢?這個都是要考慮一個支列的 嗯,那林先生,你覺得目前澳門一個博彩爾,是不是處於一個已經飽和的狀態呢? 飽和呢,我就不敢說,但是平頸真的出現了,一個平頸,為什麼出現了平頸呢? 就是說,過去大家很多的專家學者,就是我不敢批評人家,就是我作為一個經營了,不是工作在博彩業30年的人,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澳門的發展博彩業,是跟現在的方向剛剛背道而馳的,現在呢就是力推中長化,就是我要很大,很,金碧輝和不要緊的,但是不需要大其實, 就是,你想一下,我們如果做博彩業,最好是做什麼,澳門這麼小的地方,它不跟這個拉斯維加斯金剛大道,一條金剛大道,二十幾公里,而且它是起了二十幾公里而已,如果你真的無限延伸,因為它是沙漠來的,200公里也可以的,但是,你要二十幾公里,澳門是沒有的,所以你要走那個拉斯維加斯式那種,嘻嘻嘻的模式,是不對的, 我們應該學習呢,是蒙地卡羅,即是蒙地卡羅,即是說你不打太好都不讓你進去的,當然也不用做那麼死的,但是就說應該走高精尖,不是說走中長化,中長當然需要啦,這個博彩不是說你某些人的專利來的, 但是你不要刻意地搞到,很大規模來中長化,因為如果你中長化,現在出現的問題是怎樣呢,平頸,地方是這麼大,人手是這麼多,你就算想做多些生意,也沒有辦法, 而你說,哦,這樣,我請多些人,可以嗎,起多些賭場,可以嗎,可以,當然可以的,那你是否虛耗了,澳門最珍貴的土地資源和人力資源呢, 你應該回過頭來,我們想想怎樣做一些高精尖的客戶,譬如,我們搞一些不定期的功能,請一些著名的歌星,演藝界人士,體育明星,做一些表演賽,諸如此類, 而通過津貼和補助這些這樣的機構,甚至是賭場自己邀請回來,那政府在適當的時候做一些關愛的眼神,譬如,退稅,補助,讓他們做多些助推的東西,招呼全世界的高端客戶來,就不要整天想著,夠人多就OK啦,4000迷遊客,哇,發達這樣, 但4000迷遊客走來廁所拿廁紙,然後拿一瓶水走,那有什麼用,黃丁不忘財,是的, 所以這個瓶頸,是過去的發展策略錯誤,包括那些所謂的專家學者,包括政府都錯了,澳門一回過頭來,走向高精尖,那就可以揮開這個瓶頸, 衝上去更高一個層次,而又不會搞到整個街都是病大到頭,明白,好,那這一節呢,我們暫時就討論到這裡,現在先去看一下天氣的情況,回來我們繼續探討, 好,歡迎回來澳門開港的現場,今天我們和大家一起來探討一下,如何修訂博彩法律出陣行業的健康發展, 現在我們來聽聽家庭觀眾有什麼意見,現在我們線上廟叫張先生,張先生你好, 兩三位支持,然後大家... 首先我要請兩位特使長,博彩監察陳達夫局長聽說, 你们约了特区政府当年赌权开放 是受到国债赌业集团 欣赏来镜头你六个母子牌 跟着因为我是国债赌业集团 我公认你国家宪法和基款法 没有公认你国家法律 请问两位特司长明明这条文章 不是有一个叫做何嘉明律师出来解答 当年前任谭白言司长批准了六个母子牌 没有写明开族期 但是请曼河革命律师 合同有没有写明我不可申请续期 这些怎样理解呢 很多谢谢张先生的意见 其实张先生也是讲到一个倒牌的历史遗漏问题 以后我们要怎样去修改呢 现在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苏先生的电话 苏先生你好 各位好 其实你说收了法之后 你最后要做些什么 其实如果你说可以参照新加坡的做法 普通人不可以入 普通国民不可以入 女客可以入 但是其实有很多时候 现在其实是不是应该要 与其是说立法去 去监管赌场 是不是应该要立法 规管一些犯了法的内地居民 或者是一些内地的旅客 在澳门搞搞阵呢 其实我不是说想标签内地人 在澳门搞搞阵 但是每一次的就是每一次的犯法的就是有关于赌场的 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内地人呆呆阵 一是就是又卖淫又禁锢 跟着又又又又又又又老强 就是大佬啊 搞到整个烟门演唱戏 其实就是我作为一个 就是半个小企 就是对他们是又爱又恨的 又爱又是 就是搞到我本来不想做他们的生意 嗯 你明白吗 就是 in another hand 是觉得哇 他们很有钱啊 他们是一些财主啊 whosoever 但又搞到呢 在你在那儿做你生意 但是又搞到 搞到澳门乌七八糟 做选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样东西 你看一下 阿何有启和我 在澳门裏 参加一个内地节目 都要搞成这样 都要在那儿做其他 是吧 就是要搞到一些内地人节目 来到澳门乌陣的 我宁愿 我宁愿 真的好事 多谢苏生的问题 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观众 李小姐的电话 李小姐 你好 是好啊 大家好 这个节目其实我都很少打过来 很難看 希望我多給三多分鐘 那你快點說吧李小姐 那我拿手說說 聽到有些嘉賓 比較片面一點看東西 我不是在業界的利益 我只是一個是普通市澳門土生土長的澳門人 國度感 講一點點 其實這個不是中美貿易戰 是中美爭霸戰 是自從習近平修改憲法 稱帝永續之後 是驚醒了 歐美各國 因為你想爭霸 人家當然會打殘你 你2025 你害了 貿易戰只不過是其中一項 是全方位打來的 金融戰、貨幣戰、人權戰、科技戰、軍事戰 全部殺到來的 我早前聽到有美國官員說 有可能這個戰是打十年的 所以說 你想著這個韓商 做事有政法兩面 有可能這個韓商你要捱十年的 現在只不過是開始 所以既然在這個前提下 你還不應該重新投六個牌呢? 而且你是不配合國家的 國家是希望我們經濟多元化的 我們最初設計三個牌 後期不知怎麽搞 那些髒、勒賊手段 搞了六個牌出來 結果搞到澳門現在是四千萬人口 四千萬遊客 我們呢 但是GDP高不關我們事的 是業界的 接著去哪裏 但是我們承受那個生活質素 是不斷下滑的 那你說怕那些人失業 其實不要緊的 可以轉型的 現在國家都希望我們轉型的 可以轉型在其他娛樂事業的 我現在不是叫他們 關小酒店的 可以其他在酒店 其他轉型的 不是這樣做人 應該要色調多元化 還有做人 那你六個賭牌呢 你令到我們的生活空間 不斷地受到擠壓 全澳市民其實都不是那麽喜歡的 好像今年那樣 暑假又是多了 比以往更多了 但是消費力是低的 那證明是經濟下滑 消費得起的人不多 另外還有就是說 國家也都不希望我們的賭場 主要的客源是來自大陸 是一個洗錢的渠道 就是無論你認不認都好 這個是事實 那我希望呢 重新再頭排 三個就夠了 在一般市民的角度來講 因為我不是業界的利益 但是我長期都受到 空間擠壓 交通擠壓 混亂 其實是應該配合國家的 我們應該是 經濟多元化 我們應該是最將的人可以轉化 我們下一位觀眾是李生 李生你好 你好 剛才聽到你們的嘉賓講 將這個賭場優化 或者面對一些高級的客戶 其實對於澳門來講影響很大的 你想想 如果賭客來到 或者旅遊遊客來到 你只是做高端的 只會令到我們遊客越來越小賊 其他一件事 賭場不是單是澳門一個系統來的 它是有很多人來澳門的時候 它會帶動其他行業去發展的 當然不是全部只有賭字的 當然它是賭場參觀我們歡迎的 但是它都會走出去走入的 都有其他的生意做的 如果我們將它再撥去高端的客戶 即是將它收窄到高端的客戶 不是因為一個賭牌 我就是逐了它 或者是做一個高端 這樣就可以整個澳門OK了 不是這樣想的 是全面性大面積去看我們的所謂經濟 剛才有位李小姐也說得很對 中國怎樣怎樣放人來賭 老實說 如果澳門再要走高端的客戶 基本沒有人來回來 因為我們其他的地方已經在越南 菲律賓各個地方都有很多島的地方 為什麼一定要來澳門呢 澳門因為多元化 多元化是旅遊的多元化 不是只有賭場 而且我們的優點就是 鄰近我們就是我們的祖國 如果我們寫遠取近 寫近取遠 又要拿大的客戶才去做 不要想到澳門這麼把炮 因為我們希望能夠全面發展 不要單一發展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李生的意見 我們現在先把李生的問題抛給林生回應一下 他不贊同你的觀點 他覺得如果做高端的客戶 可能澳門以後的遊客就少了 少了其他的生意 確實經濟就比較單一了 這個看法 我們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去看 就是思維上徹底的錯誤 為什麼思維上徹底的錯誤呢 因為他說我們要走向多元化 我們要多些客戶 我從來沒有說過澳門的旅客 不要多 我說是說賭場 要高端化 請問一聲 如果整個街都是賭仔 每個都賭到黑口黑面 苦口苦面 這樣的旅遊休閒城市會不會成功呢 是不會的 那你說澳門走向高端化 那就沒有人氣 即沒有人來 這樣就奇怪了 香港是沒有賭場的 香港每年會有幾千萬元 是不是 所以這根本都是思維上的錯誤 我不知道他怎樣會出現這些事情 我的意思 高精尖的意思 我都很清楚說 我們發展的方向 方向和事實是兩件事來的 即是說 你英俊一點好不好 你保持身體好不好 你生活作息正常一點好不好 這個就叫方向 但是呢 我不行 我是餵食的 我要吃這麼多東西 我是不願意運動的 這個是事實 所以我們首先政府要定了一個方向 就說我們走高精尖 豪華、奢華、燈紅、走陸、光彩萬象的方向 而呢 你喜歡來尖掩澳門那個娛樂文化 尖掩澳門那個幻彩或者什麼 是沒有問題的 有什麼所謂 我不是說取消中場不讓人開中場 只不過是你的方向就說 我要走向高精尖 就是這麼簡單 不是說 我現在取消了中場 不要中場了 全部都是歸賓 不是這樣 即是方向一定要定清楚 如果沒有清楚的方向 你做什麼都是 好像老鼠籠 即是那些什麼 我們以前那個叫做 mouse cycle 即是老鼠仔的籠 走下去走下去走下去走回來 都是追著自己的尾巴來走 嗯 那崇森呢 回應一下其他幾個家庭觀眾的意見先 好啊 剛才幾位觀眾都提過幾個問題 好像李小姐提到那個賭牌數量的問題 那其實他提出那個 都是一個對的方向 我不是說三個牌是對的 但是問題是 究竟數量是多少呢 但是我們也要考慮 我們如果我們把數量增加太多 如果用現行的方式 我們去增加那個數量的時候呢 會不會形成到 對我們第一 我們的資源上面的分配呢 起碼我們第一 土地上面的資源分配 人力資源上面的分配 會不會應付得到呢 那當然我相信 其實人力資源上面 我們現在看到近年呢 其實很多在一些科技的手段上面 其實都取代了一些人手 但是其實我們現在講的 我們講的我們長的目標 是不是我們只是發展博彩業呢 我們不是 其實我們都希望 我們由我們最初 我們原先開放這個博彩業的時候 由一個牌變為三個六個的時候呢 我們都是希望 令到我們其他的產業多元 帶動其他產業 但是我們現在可能 我們看了這麼多年來 可能在那個行業上面發展 因為在它本身的行業優勢裡面 形成到其他行業 是真的的而是有些制压 但是我們怎樣去平衡一下 這一件事 這個是長遠 我們特區政府要想 就在一個法律修改上面 怎樣可以扶持回其他企業 令到其他產業出來 因為我們看到現在就是 有一些產業 可能在那個盈利上面 或者一些稅收上面 對於政府來說 可能它不是這麼提錯 那麼它形成了覺得 我現時 我做得到現在 我有這樣的稅收 我可以維持到 因為政府來說 它都要考慮 因為它自己本身的財政收益 因為如果你沒有財政 你政府什麼都做不到 這是事實來的 但是我們怎樣去扶持一些呢 之前也有提到 會不會其實我們說 在重新鏡頭上 我們要規定一些 博企去做一些 叫做非博採元素 在哪些項目 要它明細一點去做 但是其實我們在想 當然它是可以去 它當然要承擔一部分的社會責任 因為它不是專營 但是它是特別的 我們政府給它 去從事這種行業 它的利潤 亦都是比較 其他行業優厚的 但是問題是 如果我們依靠它 去發展其他的 非博採元素的時候 全部的時候 其實我們其他行業 就更加發展不到 因為它要 依附在一些 博採行業裡面 它才可以生存到 其實反而我們覺得 我們是不是應該 政府在上面 做多一些 可能在一些 它的資源上面 拿回來 在政府怎樣 將它再重新分配 去輔助一些 令到一些其他的產業 可以成長起來 我們不是說 要有其他產業 我們要令到其他產業 我們要令到它成長之後 令到它 對於本分 我們澳門這個地區 有一個產出 可以增加到 去填補回那個博採業 如果我們未來 我們也看到 因為現在很多東南亞地方 很多地方都在搞博採業 其實我們未來的趨勢 我們一定不可以 跟以前十年去看 將來我們 就算我們不下跌 我們的增長 可能都是一個橫向 輕微上下這樣 那其實我們會不會 是需要令到 輔助到其他產業去成長 令到我們 不再澳門 特別主力去依賴 全部依賴博採業 當然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現在澳門政府 很多稅收都是免了 但是如果到時 你說好了 博採業收低了 是不是我們要加回 每個人的工資 收入職業稅呢 是不是要加回 其他企業的所得稅呢 可能到時你就會吵 我們現在的經濟環境不好 但你還要加我稅 其實這個 變成 好像林先生說 走來走去 都是追著來 最後走 但問題是 我們要跌 我們其實政府都是要居安心 怎樣可以去 輔助到其他產業 是藉助我們 現在我們博採業 仍然是可以 有一個這樣的 稅收的幫助下面 令到其他的產業去成長 成長的時候 還要加速成長 不是令到它 繼續 好像我們有些 好像有些產業 好像希望它做到 但是問題是 我們在講民創 講中醫藥 講中醫藥 講中其他工申科技 但我們好像 好像只看到 指紋流提升 但是究竟 做不做到呢 怎樣去輔助 令到他們真的成長 去到可以做得到 令到分擔我們澳門 整個稅收的一部分 令到其他產業 才可以成長起來 因為如果 你說產業 你沒有盈利的 這些都不是一個產業 是不是 這個我想是最重要的事 嗯 那林先生也想跟你繼續討論一下 我們看到 這個賭牌 其實目前一個法律 是沒有限制一個賭桌 那你覺得 未來是 這個博取法律修改方面 是不是應該 將這個賭牌 和賭桌之間的一個限制 要寫得清楚一點呢 這個肯定 現在就不是沒有限制的 它現在就說增長 每年不能夠超過8.3% 就是以它那個基數 但是你想一下 但是這個也是隨時可以變的 是啊 現在正在借的了 現在已經是用2020年 2021年的額 已經 因為它有新的長開 它經常都借了未來的額 下去用 這樣 那我就是認為呢 如果你要博彩業健康化 就是 不能夠令到它太過度膨脹 就是這樣 吞食所有的各行各業的經濟 現在你最容易吞食 就是人力資源 就是它全聘的 那沒有人 沒有人 就說我請勞工 那勞工 很多時候是請不到的 很多時候 很多條件規限 比如我姐姐 兩間店舖 都因為請不到勞工 所以就收拾了它 其實是賺錢的 但是都沒有辦法 因為很多問題 那這裡不說 那它就 最現實的一件事 是擠壓你的土地資源 擠壓你的人力資源 甚至提高你的人力資源成本 你令到中小企沒有辦法發展 那如果你不在那個倒桌方面 來限制 就是不用根源上限制 你規定多少個牌 是沒有意思的 我給一個牌 可以不可以 都可以的 但是你一個牌 六千張桌 那你又如何呢 是不是 所以應該正常來說 就是說 在公平原則情況之下 令到那些倒桌的使用率去到最高 現在如果你觀察一下那些大牆 基本一半的桌是擠的 是 它自己擠 為什麼呢 它沒有客人 但是為什麼它依然維持這麼多桌在那裡 它寧願給那個桌租 因為它以防有生的時候 我就立刻可以開皮 我免得到時候申請你不給我 但是如果你說大家都同步的 就是我阿叔是這個數量的 以後 之後的人就會繼續優化自己的使用 就是這麼多地方的了 你怎樣使用 是這麼多地方的了 是這麼多地方的了 你怎樣使用 那它那個經營者就會慢慢摸索出一套方法 盡善盡美地使用這個倒桌 又不會大量地擠壓這個土地和人力資源 那崇先生有沒有補充呢 那崇先生有沒有補充呢 嗯 剛剛林先生提出那個倒桌的數量 其實呢 我想都有一個可能 在於他們的公司來說 其實我們看到 近年呢 就是我們看到之前的賭場 新開的時候呢 他們都很介意去拿幾個倒桌 嗯 那其實我想這個 其實從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六間公司呢 本身澳門的次排公司呢 其實應該理論上就不可以上市 那但是其實我們現在看到呢 我們澳門的六間公司其實都上市 全都上市 那重點呢 其實他們 倒桌的數目呢 剛才林先生都說了 他寧願把桌子放在那裡 他也是要開的 嗯 重點其實在那個資本市場上面呢 其實那個倒桌 對他的影響其實都很大 是的 因為如果你突然跟他說 這間公司有100張桌 還給他政府了 我想這間公司的股價呢 可能當時不知道不見了多少了 哈哈哈哈 那他變成了 他們那個數量呢 因為很多 特別是一些 那些叫做評級公司 或者一些可能那些金融公司 他評估那個公司的價值的時候呢 就用那個倒桌去評估 那其實我想這個方式呢 我想他們 其實都要改一改變一下 那形成了呢 他們對於那個倒桌的盲目追求 我桌子可以不開 但是我桌子要有那個數目 我放在桌子上 我放在桌子上 總之我放在桌子上 我的股價就有那麼多錢了 那如果你沒有那張桌子 那可能對他有影響 那我想這些可能 在以後 那其實政府本身 他那個年增長不超過百分之三 這個呢 其實他當時都是看到一個膨脹的問題 那我想但是未來上面 可能會不會說 在一個新的鏡頭裏面呢 會不會把那個數量去限制呢 那其實我們看到 這個 我覺得又不需要明確地寫在這個法律裏面 那這個呢 其實你在監管部門上面呢 因為那些桌子是來批的嘛 那你有權批它和不批它 那你看到之前有些新開的 他都沒有桌子給他 他在另一場調桌子過來 都是可以的 因為始終他都是一個牌照的公司裏面 他自己的牌照可以申請 把那個桌子再調過去 那但是你說 是不是一定要這樣 我想寫就不需要寫的 但是我想在監管上面 可能要做多點功夫 嗯 那林先生想問一下 就是對於這個未來 在法律上面修改 對於保障博彩葉松議員的一個權力 和他們自我提升 向上流動機會方面 會不會再給他們多些空間呢 我呢 我一向都很遺憾一件事 就是博彩葉開放了 眨眼都十六年了 差不多 那各大賭場的管理層 就是我認識的 基本沒有一個是澳門人 澳博好些 澳博是最多澳門人的 澳博是最多澳門人 那其他的真的 我認識的都沒有一個是澳門人 但是他們全部都是澳門人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首先是要優財計劃 來了澳門申請居留 然後呢 七年之後做了澳門人 各大賭場管理層 全部都是澳門人 現在你這麼說 全部都是澳門人 但是真的一個都不是澳門人 而澳門人 十幾年 真正沒有想要去管理層的 我一個都不見 頂了就是做個區域經理 頂了的我認識的 最多那些已經有二十幾年的工作經驗 以前在澳裕的時候已經做工務 到現在 熬到現在二十幾三十年 都還是做一個區域經理側頭側尾 但是菲律賓的越南可以做到總經理 為什麼呢 它公司的策略問題 就是它不注重 它有一個道理 它那個道理就是 澳門人因為語言的問題 還有公司管理文化它就配合不了 種種我們不講一些明細的原因 但是它就寧願請外勞去做管理層 就不提拔澳門人 澳門人是不是有問題呢 我不敢說 但是你應該在培訓 在公平升職 升職公平方面你要做多些 而這個政府是應該要有一個長遠的打算 就是你不能夠說二十年 三十年 甚至四十年 你都是在外面請人回來管理澳門的賭場的 那當然啦 我們為財事用 如果全世界的人才來澳門都很開心的 但是你說澳門是不是真的沒有人才呢 又不是嘛 起碼給它機會 但是現在我看的全部的持牌公司除了澳博之外 基本上培養澳門人的意願真的不高 所以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真的要 因為你不能夠要澳門的年輕人進入這個博彩業 捱一輩子 捱到退休 你最多都是做一個super 那是令人很沮喪的事來的 嗯 應該多些向上流動的機會 當然啦 那崇先生 最後一些時間給你了 嘩 如果你說 剛才說到員工保障那裏 我想法律上又不能寫得太死 那你說 始終它本身是一個博彩法 是一個規管 那個行業 最主要是那個牌照 那個方面 那你說 如果把員工的都放進去 那其實本身就是勞動關係法 已經是有它的規定 但是我們怎樣去將它 或者可能給好一點的福利 給了些什麼 但是我們都要看回其他的產業 因為我們都如果我們自己在某個行業的時候 其實就會增加重新的產業 那這方面可能會比較多 嗯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兩位參加我們的節目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